好,超声波的传播,反射与折射 超声波的入射定律,反射定律 是超声医学诊断与治疗的理论基础 在两个不同的界面之间 界面要明显的大于超声波的波长 当界面两侧升阻烫 有千分之一的 插直的时候就会产生反射 入射超声波 反射超声波 升阻烫 界面两侧的升阻烫 插直大于千分之一时就会产生反射 那么折射呢,是入射超声波 通过组织界面以后 它的方向会发生改变 形成折射 这是超声图像 所特有的性质 我们在分析超声图像时 要根据它的入射和折射的不同特性 来进行分析图像 入射 入射波 这是反射波 这是折射波 我们超声诊断的基础就是利用 声速的入射与反射特性来进行超声诊断的 哪种情况下能够得到最佳的超声反射 入射波平行与反射界面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反射的 入射波垂直于声阻抗不同的界面 我们刚才讲了两个界面之间 声阻抗差只要有百千分之一的差距 就会产生反射 那么入射波垂直于声阻抗不同的界面时 就会得到反射 答案应该是B 入射波发生扰射 掩射折射及表面反射 这跟我们这道题没有关系 声速入射与反射间的夹角大于90度 这也是不正确的 小于90度 这也是不正确的 这道题的答案是B 灰阶超声波的回声来源是 超声波的背向散射及反射 超声诊断利用超声的主要物理原理是什么 反射 大家都需要记住 下列关于反射系数的描述中 错误的是 两种介质声阻抗相同时 反射系数为0 对 两种介质声阻抗相差很大时 反射系数大 对 两种介质声阻抗相只要有千分之一的差异 就会产生反射 这也是正确的 声速垂直于界面入射时 可得到最佳的反射效果 当一种介质声阻抗值很小时 反射系数总是很小 当一种介质声阻抗值很小时 反射系数总是很小 这是错误的 应该是两种介质的声阻抗差值很小时 反射系数很小 我们的反射是需要有两种介质 而且是需要有声阻抗的差值 这是必须同时存在的 所以答案是E